刚刚在上一节我们叙述到的一次世界大战 在德国它进行跟法国的对抗之下呢 而且德国还往北到了这打俄国 但俄国呢在当时的时候不敌德国的强大的陆军 所以那时候有上百万人被俘虏了 不过俄国在这个时候我的部队还是要快速推进 我需要建筑一条西伯利亚铁路 而在这个时候呢它动脑筋动到了华人的身上 华公前往了西伯利亚20万人 但他们却步上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就是过去的苏联 苏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有两场战役被打得非常的惨 都跟铁路有关 第一场战役就是我们讲的坦能堡会战 第二场战役叫做罗兹会战 它一个集团军大概十二万五千人 就有九万两千人都被俘虏 十二万五千人九万两千人都被俘虏 几乎说已经一半以上的人被俘虏走了 结果因为人力缺乏 人力缺乏 那怎么办 他脑筋动在哪里 像英国法国 英国法国那个时候也有招募华公到战场去挖战壕 他就想到了他何不借重东方的力量 借重东方的力量 就是跟中国段旗日内阁他签订了一个合同 所以也就是说跑来中国找人了 对 找人 但是这个合同签订 这个合同那个时候是三十卢布 三十卢布那个时候跟美金的比例 我刚刚算了一下 大概一个月八块钱美金 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 国民所得大概只有 差不多十块美金不到 他有八块美金 可是这样听起来算是还不错 奴工 结果没有想到段旗日内阁是被俄罗斯骗了 他就是把这些华公用来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西伯利亚大铁路就是从中段开始建 其实他的西段已经建好了 他是要从东段建到西段 也就是说最主要要东西两边要连起来 对 他要做一个连结 做一个连结他二十万华公 二十万华公的时候 希望每一天能够推进十八公里 那每一天推进到十八公里 结果呢 因为西伯利亚 那你知道他是冻土层 然后他的气温 冬天是冷到零下五十度 夏天是可以高 高到四十度 高到四十度的话 他就做一个冻土层 这种冻土层 依照当时候 都没有办法说 用现代化的居具做 所以他的冻土层是每一公里 他都是铺设 其实铁轨铺设非常容易 但是他的载重 各位看 可是在冻土层要铺设就不容易了 但是他的载重 他还要测试火车的载重 所以你要在冻土层上面做 你要用特别的施工方式 那个时候 俄罗斯的本地人大概五万多 华公大概将近二十万 当然华公是陆陆续续招募 陆陆续续招募 平均一公里 他要死十八到十九个人 每一公里都等于是用人命去扑出来的 对 但是一旦火车在上面走的时候 经常会 因为那个地表的结构 稳定性不高 他除了稳定性不高以外 他更重要的 就是说各位看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工程 因为他冻土层经常通塌 经常通塌 然后死亡最高的通通都是什么 都摔在那个我们讲的天坑的洞下面 天坑洞下面那个是冻土层 不是涌动层 涌动层你还好 他那种冻土层 只要天气一热那个水 水他撑不住上面的重量 他一定塌陷 中国人因为他死太多 所以他就想到老祖宗的方法 老祖宗方法 各位看一下这是什么 你风火台啊 这种是不是风火台 是 风火台 他用风火台的 各位晓不晓得 他怎么盖铁路 他把旁边的芦苇 芦苇一捆一捆一捆扎起来 然后用沙土 各位看 他用这个沙土 然后把它夯实 把它夯实呢 刚刚好冻土层下面 他就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 也就是说把那些缝给补满 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芦苇它本身它会吸水 然后第二个 当你日照的时候 那我下面就是取代 类似水泥的功能 所以我们看 西伯利亚搭铁路的这种建造 这种建造 真正是用划工的血泪 去铺成的 各位晓不晓得 到了最后 他们很多划工怎么死的 营养不良 所谓营养不良 本来还有馒头啊 还有面包 你意思是说 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吗 到了最后 各位晓不晓得 他吃的是什么 黑面包 然后喝的是沼泽水 然后更重要的 就是完完全全 营养不良 他们住在哪边 住在沼泽边的木屋里面 夏天还好 到了冬天 就会冻死 这些华工 几乎全部都死在俄罗斯 不然就死在 西伯利亚能够回到中国东北的 其实不多 进入了这西伯利亚大铁路 就像进入了死亡的陷阱一般 可是在这个月 你会发现到 许多的怪事正在发生当中 包含了印度的壁画 好像是外星人的壁画 而在大兴安里 又契丹的天书 而在苗江 出现了个巨洞 甚至连太平洋的海底下 沉默的亚特兰提斯 都发出了红光 我们休息一下 来一一揭秘